接下来定投带您来到石门区 今年选举榜公投先领公职人员的选票 投完之后才领公投票 今天一早选务人员也都到公所来清点票 随即就去布置投开票所 另外公所也呼吁一定要遵照选举公报上的票所动线设计 因为领票投票的顺序 每一个步骤都是不可逆 想要顺利的投票 只要详阅公报就可以 选举倒数一天 公所选务人员一早开始点票 点完票便要到各个投开票所来布置 今年选举榜公投投票的对象 分为年满18岁的公投选举 与年满20岁的公职人员选举 带领票数一人高达13张 因此也趁着选前最后一天的准备工作 选务人员要将动线布置再三确认 让明天的选举顺利进行 就是昨天选票已经送到我们公所这边来了 那昨天我们公所的人员有进行触点 那今天就是由各投票所的主任管理员 主任监察员来进行复点确认 然后还有清点我们选务 投开票所的一些使用的一些器具等等 那下午的话就会去进行投开票所场地的布置 让明天投开票可以顺利的进行 可以见到从昨天选票一抵达就由金山警分局家派的互票远警 在公所里全天候待命 加上监看摄影机24小时来监控 可见面对选务的工作相当严谨小心 而针对明天投票的选举动线 选务人员布置同时自己也走过好几遍 确认顺畅才将票轨票箱来定位 我们这边是入口 先查一点身份证 再到这边签盖章 到时候再从这边领票 你市长议员跟里长的票 然后签筒是在那边 那有三个投票箱 有市长议员还有里长的票箱 投票先报到领票 然后再签票处 然后再投入票投入 那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携带你们的国民身份证 不能用其他的证件代替 然后要带印章 最好还可以带着投票通知单 方便我们来寻找 那另外再提醒说 这次除了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以外 那还有公投票的选举 那进来的话是先领 我们地方公职人员就是市长 议员里长好的票 那投完以后 然后才去领公投的票 那公投的票又分三个票轨 那请各位 我们详细的参阅我们的选举公报 还有选举榜公投 先领公职人员选票 待投完公职人员选举 才领公投票 公所也呼吁 一定要遵照选举公报上 票所动线设计 因为领票投票顺序 每一个步骤都不可逆 想要顺利投票 详阅选举公报就可以 记者廖平函 十门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